面线是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传统面食 厦门叫面线 泉州也有叫做面干的 很久以前 中原仁南千入米 他们在泉州的山海之间落地生根 创造出丰富的泉州小食 石花糕 土损洞 海地间全都是独树一致 尤其是面线糊 由细面线和地瓜粉熬制而成 汤汁浓稠 入口瘦滑 糊而不烂 面线成为闽南人主食已经有800年历史 作为一道很接地气的主食 面线的制作也是比较复杂的 做面线的食材必须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 经过和面与洗面 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 首先将面团用机器压成大小均匀的粗面条 然后将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干子之间 反复拉转 接着师傅们手握面杆 将面条拉出树米长 不断挑战着面条拉伸的极限 将一盘面团拉到细如发丝的面线 拉面的力度和速度 全凭师傅们多年的经验累积 制作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养来阳光和风 干透以后的面线 洁白鲜洗 干爽顺滑 做好的面线糊 汤汁浓稠 胡而不烂 软糯的面线缠绕着筋满汤汁的下人 海味又为它带来的鲜美和清甜 小伙伴们 你们喜欢这种面食吗